花蓮縣政府4月12號在花蓮市中山公園 舉辦113年花蓮縣開災節 慶典季法令宣導活動 縣長徐正偉抽空來與會 並且親切的詢問移工們災後的情緒 並且感謝移工們在家庭照顧付出 以及其他工作的貢獻 現場也請教主為0403花蓮地震受災民眾 以及在場祈福 簡單隆重地供導撫慰了在場人員的身心 歡迎表示 因開災節是全球穆斯林慶祝災戒月 結束的節日 也是新年開始的第一天 穆斯林在災戒月這個月當中 從日出到日落之間不可禁止 這是伊斯蘭文化的核心之一 我們現在未來要把房子再修好 或者要把它蓋起來的路還很長 所以或許我們的老人家或是我們照顧的人 心中會有很多的焦慮恐懼不安 請大家要幫忙一下好不好 把我們照顧的人照顧好 很多人現在八點半以後都已經回到工作崗位上 無論在工廠或者是在工地 真偉也要拜託大家有聯絡的時候 一定要代表告訴他們 縣長許真偉要謝謝他們好不好 還有很多的復健工程 未來也很需要很多的很多的夥伴一起加進來 所以再一次感謝社會處在這麼艱難的時候 依舊我們依舊這個開災節依舊來舉辦 我相信有千難萬難很多人可能不一定有來 但是我們依舊在我們的信仰裡面得到平安 依舊在我們的信仰裡面祝福大家 大家穿著回教傳統服飾 取去一堂共度這個重要的節慶 活動包含伊斯蘭傳統禮拜儀式 活動當中穿插移工就業服務法令宣導 並進行準備穆斯林特色風味餐 讓與會者精心饗宴 記得喜歡花售道